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中共十九大即将在10月18号召开 全球视野将陆续推出系列报道 带您掌握十九大人事布局 以及未来五年大陆内政 两岸关系和国际局势 首先关注掌握权力核心的政治局七常委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如何安排人马走向极权巅峰 是否打破诸多高层领导的人事潜规则 是一大观察重点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18号在北京召开 将决定中共新一批领导班子 并产生新的中央军委领导层 新的人事布局前动中共权力板块 外界甚至认为 十九大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步上权力高峰的个人舞台 十八大以来 他进行那个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一个改革 可能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一个改革计划 未来这五年是一个关键性的五年 对习近平来讲 所以他的内外整个形势 跟他将来是不是能够达成他两个一百年的 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能不能达到他能够全面进入小康社会 那么都有很大的观念性 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权力打摊 整顿军队 如何透过人事布局进一步集权 完成更多改革 掌握核心权力的政治局七常委是观察重点 一般预料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将毫无意外稳定入场 其他五位则面临退休 其中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去留 外界最关注 这位铁腕的反腐大将 过去五年纠弊端得罪不少人 光芒甚至盖过李克强 成为政治局中实职的二把手 李当序长反贪总指挥大卫 但近来深受爆料丑闻缠身 加上面临七上八下 也就是68岁得下台的潜规则 能否破例留任成为最大变数 在过去一个反腐树摊的过程当中 那么王岐山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可以说是强有力的执行者 那如果让他继续再入场的话 我也不会有亚裔 我也不会觉得亚裔 但是因为最近外界 那么对王岐山的一些 本人的一些私生活这方面 那么也做了很多的评论 是不是就按照你刚刚提到的 年龄的限制 王岐山就让他下来 也是顺理成章 所以整个到现在为止我们很难来做个预测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那么就习个人来讲 我想他一定会 个人主观意愿 一定蛮希望 这个王岐山能够继续了 那么在这个领导班子里面 从邓小平时代 中共内部开始许多不成文规定 以防单一势力长期把持政权 包括七上八下 以及隔代指定接班人的传统 皆是如此 不过外界观察 习近平似乎有意打破潜规则 下一步更可能修改党章 将中共现行的总书记制 恢复成过去的主席制 改变现行集体领导的体制 进一步达成极权目标 习近平的逻辑很可能是 先要极权 然后把构造弄好以后 然后慢慢培养一个新的制度 最后放掉 也就是说先要极权才能够有部分的民主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逻辑 的确也是这样 因为看太多的国家 由于没有一个稳定 所有的民主都白说了白费了 最后是一塌糊涂 学者认为先集权再改革 对习近平来说 第二个五年是重大关键 将以稳定内政为优先 不只要拼经济 也要拼历史定位 习近平跟王岐山 花了这么大功夫反弹 如果这个反弹只是靠人事 那有一天全部恢复原状 因为总有一天 习近平自己会走 王岐山说不定要走得更早 恢复原状 那习近平是不能接受这种结果 因此他一定要把它制度化 所以他应该采取一个折衷的方法 就是不是真正的西方的民主 但是有一些民众的参与 本人还是为主 此外外界预料十九大期间 习近平的思想将会写进党章 这一位习近平的地位将超越江泽民和胡锦涛 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 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一些理念 一定会放到这个党章里面 用什么样的名词来说 我就不晓得了 用论述思想或者什么样 那么这个会让他取得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权势权 如果是用思想的话 那就是毛泽东思想 连邓小平都是用理论 那么江泽民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一个科学发展观 如果用思想的名字给他在十九大 你们给他这个头写 那么我想他在中共的历史上面 可能是紧碎毛泽东 说好了吗 或者是跟能够没有 跟邓小平并列吧 那胡锦涛跟江泽民 那前面是没办法跟他比较 人事布局 党章修订都在为期七天的十九大中开板定案 也可看出习近平集权之后的下一步 中共十九大人事布局有如围棋博弈 不只攸关习近平个人权威 还将牵动未来两岸和国际局势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张雅婷 王一文 台北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二胡轻盈柔软的琴声 巧妙融合在慵懒的爵士乐声中 印度德里国际爵士乐嘉年华日前登场 台湾乐团司祝空获邀参加 将东方传统乐器结合西方爵士乐 毫无违和感地展现新的音乐风貌 获得印度观众的热烈回响 因为像我们做的音乐都是 有很多传统的音乐元素 然后去融合爵士乐 所以就是会感觉到很深的 民间的一种味道 一种能量 不只是二胡 司祝空也将客家绕口令 以及台湾民谣望春风带到印度 希望能让印度观众感受 宝岛的在地文化 融合爵士乐的Fu 团长表示 这是乐团第一次到印度 但他非常推崇印度 在传统音乐和各种音乐的结合 期盼能借这次机会交流 印度他们在做传统音乐 然后去结合各种音乐的风格 我自己觉得是我做得非常好 所以其实像我很常看到 他们的一些TV的节目 音乐的节目 其实不管在身影或是录音画面的设计 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其实非常高兴 这次司祝空可以来台湾这些传统音乐 融合来到这里 希望可以有机会跟他们做很多的交流 今年除了司祝空之外 主办单位还邀请了南韩 印度以及以色列等七国的 却是乐团共襄盛举 中央设计者康世仁 新德里报道 搭乘螃蟹船缓缓靠岸 壮丽山脉和原始森林映入眼帘 被誉为菲律宾最后一块处女地的巴拉旺省 以圣保罗煽动地底和文明 游客穿越原始森林坐上人力船 缓缓滑进山洞 眼前骑行贵重的钟乳石 经过大自然上万年雕琢而成 搬随蝙蝠穿梭的黑影 让人仿佛置身 禽幻世界 我们有很多人和客户 至少1200人 每天都进入山河 在康山之下 是8.2km的沿岸 沿着沿岸 圣保罗煽动地底河全长8.2公里 号称是全球唯一能划船的地底河 早在1999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 2011年又互选为世界星期大自然奇观 每年吸引上万名观光客慕名而来 随着地底河声明大造 管理单位为了保护环境 限制每天游客人数上限 每年七月还未关闭三天 让地底河的生态环境得以休息 地底河行程分为四十五分钟 和四小时深度探险的玩法 想一睹世界奇景的游客 得事先申请 中央社记者林行健 巴拉旺省报道 但您关注范蒂冈最有权势的第三号人物 身陷性侵丑闻 担任范蒂冈财务总管的澳洲籍书记主教派尔 日前遭澳洲警方控诉犯下多起儿童性侵案 尽管派尔宣称自己是无辜的 也得到教廷支持 但他已经成为教会被控性侵级别最高的神职人员 本月六号派尔将再次到墨尔本出庭应讯 更多后续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晚安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